请收看 维新世界 来到我家看风水 祝天圣山 回心灵 家庆生水 游泰比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来到我家看风水 我是田园讲师 今天非常欢迎邀请到 我们田囡教学郑琪班 26届黄班长 黄俊林班长 来请他 给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田中教士正习班 26届的学员 黄俊林 108年9月 我进入秀水太极道场正习班上课 在109年9月的时候 因缘计计会 田中教士在元年讲师 元新讲师 还有许多人的努力下 设立了正习班 让田中地区的同学们 能够继续接师父传的庙法 在此借这个机会 要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 感恩老师的辛劳 谢谢 来 接下来呢 我要分享一位朋友的案例 这位朋友呢 他住在新竹 也在新竹工作 他的这一份工作 他已经做了好几年 那几年前 老板呢 慢慢地调降了他的薪水 这时候 他已经结婚了 他心里面想 单单靠这一份薪 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 很困难 很困难 于是呢 他就一边工作呢 一边找房子 想要有一间店面 自己来做生意 就这样 他一边工作 一边找房子呢 找了将近三年多 三年多 都找不到综艺合适的房子 很困扰 很困扰 在一次闲聊中 知道了他们的困扰 心里面就想到 师父曾传一个法 说 如果我们要找住家 或者是店面呢 我们可以去求 当地的福德政神帮忙 于是呢 就赶快 我们就赶快把这个 师父传的法呢 交给他 让他呢 赶快去求福德政神帮忙 来帮他找合适的店面 他就准备了麻糊 还有代可的花生 吴国 君子 等等 他就去求福德政神帮忙 那仰仗福德政神呢 能够将这些呢 给我们来 来转师 来转师 供养祭拜 希望他能够帮忙我们 来赶快的找到合适的店面 来做生意 那 那拜福德政神的时候 我们师父呢 他曾经开示 福德政神在天台 大发慈悲降下来 我等一心呢 全拜请 特求 赐福以消灾 这四季句呢 是我们拜福德政神的时候呢 我们香拿起来 我们就要练的四季句 而且呢 要练三遍 要练三遍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心里面想的 心里面想的想要的想法呢 告诉福德政神 希望他能够帮我们找到合适的店面 来做生意 来做生意 那我们在 主要在求福德政神的时候呢 也要 师父也说到 我们也是希望福德政神呢 能够赐予我们安详心 还有呢 智慧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及早的找到合适的店面 来做生意 那 跟福德政神讲了之后呢 我们后面还是要说一下 说我们如果找到如法的房子之后呢 除了每月的初二十六呢 要之外啊 平常呢 也会时常的回来 拜拜福德政神 来答谢福德政神 那 我呢 要跟那个朋友这样说 提醒他 建议他 建议他 所以回去之后啊 要 每天啊 要读一部 天德经 要 也要读一部 王产老祖呢 玄妙真心啊 啊 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那个 大概 经过了三十几天 经过三十几天呢 哎 这个朋友呢 在 上班的途中 在上班的途中 就发现了 有一间房子呢 他贴出了他要出售的广告 哦 很闲啊 找了三年多 哎 他想要的地方呢 找不到那房子 他做这样来求福德政神之后呢 三十几天 三十几天呢 就看到 他想要的那个地点呢 竟然贴出了要出售房子的广告啊 他真的很闲啊 他当下啊 他就 哎 电话联络房仲 他了解那个 这间房子的大小 还有他的售价啊 啊 他决定呢 隔天 马上就跟他签约 啊 这样呢 在十来天呢 就把一切的手续呢 就办妥 哦 真的很殊胜哦 这 他这样完成一切手续之后呢 终于呢 就买下了他 他们想要的店面 哦 像这样呢 我们 若有什么所求啊 福德政神啊 都会 满我们的业 都能够满我们的业 所以呢 师父就 哎 哎 开示啊 我们啊 一定要感激呢 福德政神 当然我们也要感恩呢 老主呢 跟师父传给我们的庙 好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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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水游泰泥 他买下店面之后 就准备开始做生意的规划 这时候才从邻居口中 知道说这件房子 曾经有过三位老板 在这里经营重机械的 买卖的生意 三位老板 但是他们都做不久 都做不久 这时候这位朋友知道 才想到说 那会不会这件房子 风水有问题 糟糕 还好 我们有在中文 学习 异经风水学的妙法 心里面就想到 如果是 这个房子 有风水问题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来请法师 讲师来帮我们看一看 看看有什么地方不足法 可以改善的 那经过呢 老师现场的勘察后 就发现了 有三个地方要先处理好 才有办法来做生意 才会顺利 第一个呢 就是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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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房子 它大门呢 盖得很靠近道路 很靠近道路 甚至呢 连那个陆地啊 前面的陆地都占用了 都占用了 这就好像我们讲的陶情太白 太白 那没有明堂 那我们说的水神呢 还有旺气呢 都接不到 都接不到 师父呢 跟我们开示 我们呢 蒙千金 楚呢 四日 我们的明堂呢 屋子的明堂 宜宽广 那如果 我们房子的明堂呢 宽广的话呢 漂亮的时候 那孩子出外啊 他会非常的平安 非常的有贵人 非常的有贵人 那也会非常的有发展 好 所以呢 法师讲师看完之后 就建议啊 这不足法 大门建议呢 要退缩呢 十尺 退缩十尺 那大门的 方向跟角度呢 也要稍微调整 才能够收到 那个极力的水神 好 这是第一点 需要处理的地方 第二要处理的 就是 这间房子的楼梯 那这间房子呢 我们大门一打开啊 因为 它一楼呢 都没有隔间 都没有坐隔间 那它在白虎方呢 有一座支厅 所以看起来就 舌头就像那舌头 伸着参加土舌壮 土舌壮 很不如法 就像我们台语讲的 我们讲的 老的海 很不如法 很不如法 那书呢 也曾开示 我们水塔呢 跟楼梯呢 既安于我们本宅的白虎方 以安于呢 青龙方 那安在青龙方呢 是吉 那我们家里呢 就会比较和睦平安 就会比较和睦平安 最好呢 这楼梯能够改 最好能够改 但是呢 我们知道改楼梯 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花会蛮多的 那只好呢 只好我们就在楼梯的前面 那法师讲师呢 法师讲师呢 就建议呢 就好 那我们就在楼梯的前面呢 行建一堵墙 行建一堵墙 把楼梯呢 遮住 然后在青龙方呢 留一扇门 以利进出 进利进出 那要注意就是 特别要求呢 就是我们的这堵墙呢 跟墙壁的距离呢 要4.1尺 要合文公尺的财本 那门呢 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呢 2.9尺 也要合文公尺的财本 这样才会蛮顺利 很顺利 好 那第三个 要处理的是 正前房子要处理的就是 厕所的法论词 那十五层开市啊 我们现代的厕所呢 现在厕所啊 跟以前的厕所不同 那但是厕所呢 占这个屋子的地理呢 也蛮重要的 那厕所最重要的就是 化论词 它主要还是在化论词 那化论词呢 最好就是能够移到 屋子的外面 那这间房子呢 我们在打开大门之后呢 就看见了 在白虎方的楼梯下呢 厕所就在那边 有一间厕所在那边 它呢 这间房子的最后面的那墙壁呢 跟背对的邻居啊 那最后面的墙壁呢 只隔一条窄窄的水沟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那厕所的化论词 根本就不可能放在屋外 不可能放在屋外 这时候头大了 化论词那么重要 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找出来 这个呢 大家就开始找了 当然找工人一起来处理 结果呢 找怎么找呢 在里面呢 在室内都找不到 那个化论词的抽取口 化论词的抽取口 怎么办 只好用传统的方法 就敲啊 敲地板的磁砖 把它敲开 很可能说那个抽取口呢 是被这磁砖盖住了 那就敲啦 请工人敲啦 好 工人呢 也很认认敲 几乎啊 把后面周围 那个厕所周围的 壁板磁砖 都敲开了 还是找不到 还是找不到 把大家搞得 不知道如何是好 糟糕 化论词找不到 怎么办 但是像我们人家讲的说 这样是不是 会真买办 没办法处理啊 这也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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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还好 还好 我们有在中门学那个风水学的 益金风水学的庙法 这时候 也是在前聊当中 有一位师兄 他就指点 他说 这个你要找化论词抽取口 有一个办法 倒是可以试试看 他就教我们那个办法 这位师兄真的是水电专家的专家 他就讲 你马桶坐的这个方向 那化论词呢 你就是在往哪里去找 在这个厕所的这个墙壁出去 大概三四尺的地方 你找找看 很可能就在那里 听到这样的方法呢 再试试看啊 要不然都放开了都找不到 那就再把工人来找过来 来 三四尺的地方再挖 挖下去 大概挖了两尺深 抽取口真的在那里 你看 学 来学这个义清风水学 竟然也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贵人那么多 帮助 找到了 找到 找到之后呢 我们花了那么大的精神 那么累 找到 那 别人家会不会跟我们 有一样的困扰 这时候就 赶快找这整排的邻居 都过来看看 说 我们这一排的 这个化文池呢 就在这里 大家要处理就在这里 要不然像我们这样 全部敲开地栓 根本找不到 竟然是 竟然是 还 还要深入 两尺深 才能够找到 那个抽取口 告诉大家 跟大家分享 那找到以后 当然就很高兴了 这时候呢 又想到 老主呢 跟师傅传了一个法 说 要处理化文池呢 我们可以先请 水回车 把里面的化文池里面的 灰物呢 抽干净 把它抽干净 抽干净之后呢 再把粗原呢 三四斤呢 就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 那如果可以的话 半年啦 或者是半年多 那 像高雄 高雄市那边 好像建议住家 如果用化文池好像是 它其实建议一年两年 就走一遍 那 文庄老主跟师傅传 说 可以的话 因为化文池在里面 怎么办 没办法改 那怎么办 就是这样处理 最好呢 就半年或半年多 可以的话 不行的话 再长久一点 再把它抽干净 再把盐再放一次 这样来处理 让化文池呢 实时保持干净 这样呢 我们化文池处理好以后呢 我们也要感恩工人 就很详细的 把这个化文池的抽取口 做处理 那用那个不锈钢的管子 把它接出来 接出来 要再盖上不锈钢的盖子 让我们以后呢 方便来抽取那个化文池 事后呢 这样处理之后 我们就这样处理之后 这位朋友就开始做生意 就开始做生意了 到现在已经六年 已经六年了 他侧面了解 他生意一直不错 一直不错 他居家呢 也顺心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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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这个案例呢 直到 让我发现了 这个 这一间房子呢 原本呢 没有 没有处理过 居家环境没有适当的处理 结果造成了什么 在这里做生意的 无法长久在这里做生意 那经过了我们后面呢 适当处理之后呢 而且是依我们中门的那个法 来处理 得到很殊胜的结果 就是 你看 开始做生意 一直做到现在 生意呢 一直都不错 居家呢 也顺心平安 由此可知啊 我们 可见了我们 王产老主 倒架词 啊 跟呢 师父传的一些 易经风水学的庙法 由这个案例呢 我们这间房子啊 在没有经过适当处理之前 你看 经过三位老板 在这里呢 做生意 既然呢 既然呢 都做不久 那在经过我们 适当处理之后 又是用我们中门的 这个法呢 来做处理呢 那你看 开始做生意 到现在六年 生意呢 一直都还不错 在那里居家呢 也顺心平安 可见了 王产老主呢 到驾此行呢 传给 传给师父啊 这个 易经风水学的庙法 可以呢 达到 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的人 进而呢 还能够 帮助他的人 这个 这样的目标 实在呢 值得我们呢 要把握这个千载 南风的机会 好好地来 来接 师父船的庙法 今天非常感谢 黄俊宁师兄 来跟我们分享 自家风水的案例 也感谢各位观众收看 来到我家看风水 祝福大家 平安喜乐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